道琪虽然本系已经拿下92胜,但近期陷入低潮,今年对香味蛇同样没有起色,全场仅敲4只安打,攻下1分,中场以1比3通败,苦吞6连败,也是对上香味蛇的对战6连败,反观香味蛇则拿下13连胜。 此一前6局双方战成1比1平手,直到第7局香味蛇靠着3只安打,包含带打上场的罗沙雷斯·Adam Rossells,打下至胜分的2类安打,加上道琪牛棚投手阿维兰·Lewis Avalon,还在满蕾时刻投出出身球,免费又奉送1分,香味蛇中场就以3比1胜出。 道琪竞派出日级投手前田建泰先发,主投5局表现出色,仅被击出4只安打,狂飙8次3阵,仅是1分,可惜队友火力不捧场,仅在首局靠着贝林杰·Cordy Bellinger的高飞牺牲打打下一分,也是全场道琪的唯一得分,前田建泰无关胜败。 香味蛇拿下13连胜,虽然未被对手先得分局数记录,此意在首局破功,但97局也排在大联盟第二多,显示近期的好状况。 而道琪近期则苦痛6连败近时战,仅靠王牌投手柯销对教士时拿下一胜。 忠实电子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